什么彼岸世界 卢米安心中一惊 盲侧头望向窗外 他本该看到山岭 草场和树木 可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片荒野 而高空云朵苍白 层层堆叠 遮住了全部的阳光 让所有的事物都仿佛置身于巨大的阴影里 此时 黑褐色的荒野上 一道又一道身影走动 徘徊 他们绝大部分都穿着白色的麻衣 脸庞白中带青 眼神无比空洞 嘴巴微微张着 这一看就不像是正常人 数不清的身影中 有一部分在疯狂地奔跑 向着荒野的尽头 或是从荒野的尽头而来 仿佛永远都无法停止这种行为 获得渴望已久的休息 在荒野的尽头 疑似悬崖的地方 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头长羊角身似人类的漆黑怪物 它们时不时抓住一道穿白色麻衣的身影 将对方扔往下面 惨叫之声由此而来 隐隐约约传入了卢米安和奥罗尔的耳中 哒哒哒 纳树不清的身影中 一个高大的人类套着深黑的全身盔甲 骑着瘦削到似乎只剩皮和骨头的白色麻痹 时而缓慢行走 时而来回奔驰 仿佛在牧阳 卢米安势力出众 趁对方转过身体 隔着很远的距离就看清楚了他的模样 他那泛着金属光泽的头盔内 两道深红色的光芒如火焰般摇曳 脖子处则有道猙獰的伤口一直延伸到肚脐处 几乎将它分成两半 导致苍白的肠子都拖出来好长一截 不需要别的证据 卢米安脑海里直接闪过了一个念头 死亡骑士 这是因蒂斯很多民俗传说里经常出现的死亡骑士 就在这个时候 他和奥罗尔乘坐的马车停了下来 纳罗卡不发一言 打开车门 走了下去 除了衣物 他清白的脸庞 空洞的眼神 麻木的表情 与那些套着白色麻衣的身影越来越像 奥罗尔收回了望向窗外的目光 沉生说道 这里都是亡灵 你等下绝对不要离开我身边 他一边说一边拿出跟黄金铸就的胸针 戴在了身前 与此同时 他另外一只手从衣物暗带里掏出了一把灰黑色的粉末状事物 卢米安趴到前面位置 看向车夫所在 发现塞维尔也变得和纳罗卡一样 脸庞清白 眼神空洞 正慢悠悠地向荒野深处走去 仿佛已经死了很久 他忙对奥罗尔道 姐姐 我已经是非凡者 你对付这些亡灵 我来驾车 尽快冲出这里 考虑到自身没有对付亡灵鬼魂类生物的能力 他只好暂时做个车夫 当然 如果那个死亡骑士冲过来 他也会尽力帮忙阻挡 奥罗尔吃了一惊 顾不得多问 提醒道 你看一下马的状态怎么样 卢米安这才醒悟 观察起前方的马匹 他们似乎被抽取了血肉 皮毛枯萎 包着骨头 一动不动 那两皮马好像死了 卢米安回报起情况 奥罗尔还没来得及说话 徘徊于他们周围的那些亡灵仿佛闻到了生者的气息 纷纷纷改变方向 涌到马车旁边 试图进来 XXX 奥罗尔用卢米安听不懂的语言念出了一个单词 伴随着这个单词 他身前的黄金胸针微微发亮 左手握着的灰黑色粉末瞬间燃烧了起来 散发出剧烈但不刺激的金色光芒 这光芒如水 向着四周流淌而去 那些亡灵刚一接触到 就发出本能的惨叫 身体冒起了青烟 他们想往后退 但更多的亡灵在向前涌 大量的身影不得不挤在了马车周围 不断有人蒸发 消失不见 卢米安看得又羡慕又沉重 他恼怒于自己给不了什么帮助 愈发渴望提升序列 获得更多的能力 见奥罗尔手里的粉末快要燃烧殆尽 而不远处的亡灵还在往这边涌来 完全无视了前面那些身影已被光芒消融的情况 卢米安赶紧提醒道 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往外闯吧 姐姐就算准备有再充足的材料 也兑付不了这么多亡灵 而且 死亡骑士和荒野尽头疑似魔鬼的生物都还没往这边来 当前最好的办法就是靠着材料还没有消耗完 强行逃出这片被称为彼岸世界的荒野 奥罗尔点了点头 简单说道 你跟着我 他话音刚落 手中的灰黑色粉末燃烧殆尽 周围空空荡荡的荒野一下又被涌来的亡灵们填满 奥罗尔赶紧又掏出一把材料 借助身前那黄金胸针 让他们自然焚烧了起来 制造出灿烂的金色光芒 刚靠近马车的亡灵们发出了一声声惨叫 纷纷融化在了光里 奥罗尔立刻跳下马车 向着最近的荒野边缘跑去 鲁米安紧随其后 突然 金色光芒里伸出来一只手 抓向鲁米安的胳膊 鲁米安直觉出众 感官优秀 提前察觉到危险 反过小臂 猛地抽向了那只手 啪 他仿佛打在了一块坚硬的冰上 强烈的含义随之涌入他的身体 让他短暂有点被冻僵 得得得 牙齿上下碰撞间 鲁米安看见了那只手的主人 他同样是套着白色麻衣的亡灵 但脸上戴着一张白纸做成的面具 身影在金色的光芒里蒸发得非常缓慢 见鲁米安顿住 这古怪的亡灵陡然虚化 就要与他重叠在一块 这时 一道纯净而神圣的光芒照来 落到了这袋面具的亡灵身上 他一下定在了那里 身体剧烈燃烧起来 化成一股股黑气消散 不要停 奥罗尔收回按在黄金胸针上的右手 继续狂奔起来 鲁米安摆脱了寒冷 大步跟上了姐姐 靠着那一把把灰黑色的粉末和巫师的法术 两人一前一后强行穿越着荒野 不知多少穿白色麻衣的亡灵因此在金色的光芒里蒸发 可惜的是 奥罗尔不可能只准备一种材料 将每个袋子都塞满同样的东西 身为巫师 他得考虑各种情况各种场景 没过多久 他装太阳花粉末的暗袋已变得空荡 而此时 他们距离荒野边缘还有好几百米 周围的亡灵则仿佛无穷无尽 更让姐弟俩恐惧的是 那个死亡骑士似乎察觉到了这边的动静 让马皮转向了两人 金色的光芒里 奥罗尔表情变换了几下 放缓脚步 一咬牙齿道 笨蛋弟弟 等一下听到我喊三 你就往荒野边缘狂奔 不要回头 卢米安正要反对 奥罗尔又补充道 放心 我会跟在你后面 你留下来只会干扰我使用一个厉害的法术 拖累我逃跑 他一边说一边取下身前那个黄金胸针 递给同样放慢速度的卢米安 并做出指导 集中你的灵性 将它延伸到这枚胸针上 等下狂奔的时候复读这个单词 XXX 卢米安听不懂那个单词 但强行背下了发音 他一拿到那黄金胸针 就感觉有暖洋洋的光芒照到身上 许多阴暗的念头随之消失 以至于思绪都迟钝了少许 本能带好胸针 卢米安按照姐姐的指点集中起精神 外延出灵性 奥罗尔见手中的灰黑色粉末越来越少 边掏出另外的材料 边高声喊道 一 二 三 为了不拖累姐姐 卢米安狂奔了起来 几乎是同时 他竭力喊出了那个单词 XXX 黄金铸就的胸针亮了起来 外溢出一道道浅金色的阳光 这一刻 卢米安就像带了个小太阳在胸口 周围那些亡灵本能避开了他 登登登 他大步狂奔之中 还是放心不下姐姐 忍不住半侧身体 转过脑袋 望向奥罗尔所在 奥罗尔留在了原地 深周是一道道缭绕的黑气 这黑气对亡灵似乎有极强的吸引力 让他们放弃了卢米安 尽数涌向奥罗尔 卢米安不是傻子 看到这一幕的同时就明白了 姐姐说的会跟在后面是骗自己的话语 奥罗尔 他大喊一声 直接急杀 顺势转过了身体 他害怕在循环里死去的人等到循环结束会真正死去 奥罗尔寻声回望 见他停了下来 连忙急声喊道 你是不是傻啊 快跑 卢米安没有说话 朝着奥罗尔就奔了过去 前方的亡灵在黄金凶针的照耀下纷纷让路 奥罗尔见状 微低脑袋 小声骂道 真是个笨蛋啊 他旋即又掏出另外一种材料 将铁黑色的他们撒向了卢米安 卢米安盾时被无形的剧长按住 强行推往荒野的边缘 他剧烈挣扎 却找不到可以着力的点 下一秒 他看见金发盘起的奥罗尔露出了一抹略显悲伤的笑容 奥罗尔柔声喊道 笨蛋弟弟 好好活下去 话音未落 他周围的黑气已被亡灵们彻底吞噬一空 他直接暴露在了数不清的身影和那死亡骑士面前 奥罗尔 卢米安眼睛睁到了极限 眼眶都似乎要因此而裂开 大量的红色血丝出现在了他的眸子内和皮肤表面 可他还是难以阻止地被推向荒野边缘 就在这时 所有的亡灵都停下了动作 远方仿佛有什么事情在发生 奥罗尔有所感应 愕然望去 看见一辆敞篷马车驶过 纳马车似海螺如摇篮 通体呈暗红色 拉动他的不是马匹 而是两个藏着羊角疑似魔鬼的漆黑生物 车内坐着一名女性 头戴花冠 身穿绿裙 容貌很像普阿利斯夫人 但与普阿利斯夫人不同 他气质非常威严 死亡骑士调转过马匹 追随起这位夫人 荒野上所有的亡灵也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他们簇拥在马车后 往荒野另外一侧的模糊山岭而去